四歲馬系列首關香港經典一里賽 在這個星期日舉行 賽事的焦點人物是練馬斯約翰摩牙 今屆參戰的馬匹評分差距達到37分 而今屆五匹評分達到100分或以上的參戰馬 佔了四匹都是來自大摩馬房 評分最高的旗次鮮明在國際賽日上陣 大勝對手而回 韋達決定繼續為這匹馬效力 寧願放棄另一匹高分馬隨心隨意 多位騎士都想爭取拆劇拳的威爾頓 交由灰湯尾壓陣 為之後進軍四歲馬系列的第二和第三關 作好長線的準備 至於上一場輕描淡寫在16米路程 扔掉對手的布布友 就交由莫雷拉拆騎 騎練今季才能合作贏過正英門 樂星灰和一月灰 能不能夠在這場一級賽再度揚威呢 大摩另一匹評分達到100分的參戰馬 就是風花雪月了 平榜賽高分馬匹大佔優勢 大摩這幾匹高分馬更加是新勝馬 全部都是今季贏過 質素、狀態兼備 擁有這麼強盛的兵力 對於蓮馬斯來說 是否都覺得自己已經手側半邊貝爾呢 階段正確定 阿森將對手 尤其是但我認為 其他兩片 尤其是 尤其是 超級比方式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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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的最初 一場比 是運到 尤其他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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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2,000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again, a very, very good horse in the making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y four runners as I said, I reckon it's a match race between Agle Friend and Flagship Shine for the public for the bettors but the first four no, I think there's other horses in the race that, you know, some haven't really shown their true ability yet so I would think Cornella, yes but in the first four I think that might be a bit of a task but fingers crossed 至于星期日 另一行一級賽 三冠大賽 頭關董事輝 領導群同的馬匹 是另一位若翰 菜育汗訓練的 精彩日子 精彩日子 是上屆這行賽事的冠軍 他今季只跑了一場 而且是一個 很特別的部署 沒有經過任何熱身賽 一復出就面對 國際級強敵 競逐香港一利錦標 精彩日子 在各社賽克服外檔 直路一氣呵成 後上擊倒對手奪標 實力無用之宜 今次隔了個半月再上陣 蔡宇漢同樣以 四大閘 來為馬匹備戰 他肯定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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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上面一致 他肯定感受到 他肯定感受到 他的鑽 多默 ador 去堅持 他現在和他的 直播 分別贏取兩大錦標 星期日沙田馬場我們拭目以待